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画面中这个紫色的小可爱啊 它原茄 日本原茄 长得很可爱很漂亮 但是记得哦 它跟长茄 糯米茄的那个 吃法跟料理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它的皮跟肉是属于比较硬的 先要教大家的是味噌烤原茄 那我就会先水煮 先把它煮软之后我们再来烤 这样子才不会已经烤焦了 但是里面其实还没熟 这边看到我用的是赤味噌 味道会比较重一点 那如果你没有赤味噌 你有其他的都可以 那我就会觉得你需要加一点酱油 让它的味道调重一点 我的比例是味噌跟味苓 1比2 我没有再用糖了 我就直接用味苓 然后我加了客家鸡酱 就是我突然觉得 我们年货预购的客家鸡酱 其实它非常的万用 做很多料理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它 所以要做味噌烤原茄的时候 我觉得拿客家鸡酱有一点酸酸的 然后有一点点微微辣辣的 这样的味道应该会蛮不错的 这样子调完之后 你可以自己试那个味道 是不是你要的 我在试的过程我就觉得 客家鸡酱我应该可以再放多一点 所以大家看我就在调 所以我就用了一匙的味噌 两匙的味苓 客家鸡酱也是两匙 对 你的比例就大概是这样子的基准 然后去做调整 把它搅拌均匀 这边看到我的圆茄 我怎么把它加热 然后让它的外皮的颜色不褪色 一般长茄我们也是会这样子 就是你尽量把它放进去水里的时候 它不要浮起来 因为浮起来它就会接触到空气了 你会发现浮起来的那一面的茄子 颜色就会不好看 我大概煮了四分钟 四到五分钟左右 把它煮软 茄子煮软 其实你要判断这个时间 是你闻到那个香气 你就会知道了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茄子的大小啊 那个时间可能都会稍微再延长或缩短 准备一碗冰水 我就把煮好的茄子拿起来 然后浸泡在冰水里 这边看到我有把茄子表面画格子 然后接着把刚才调的味噌酱汁抹在上面 这个小烤箱就可以做了 因为它已经是熟了 然后我把它味噌抹在上面之后 再放进去小烤箱烤 我烤的时间大概就十分钟以内就可以了 所以也是看大家的小烤箱 我会把它放稍微上层一点 因为我要烤那个表面 不一样的茄子品种 就有不一样的料理方式 接着画面看到的这一道啊 就是我直接水煮之后 我就把它撒上一点盐 然后黑胡椒 淋上我们的老梅酿 跟意大利香料 这样就是一道很清爽的圆茄料理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